欢迎来到卫生的频道 作为一款手机游戏 战双的战斗演出可说是十分精彩 这支影片将要盘点战双中 六场战斗非常精彩的头目战 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位 潘米石聚合母体 母体是由代行者所创造 专门寓于潘米石生命体的机械装置 拥有一定的智能和自主运作能力 被首次发现是在075号城市的地下 母体的外观类似于一个巨大的机械心脏 并且具有蜘蛛般的悬吊特性 使其能够在环境中灵活移动和操作 母体的作用是培养出更加强大的生物 透过吸收周围的潘米石化作养分 促使胚胎中的生命成长和进化 母体同时也是战双首次引入弹刀机制的购物 弹刀机制让它具有更加丰富的互动性 也增加了战双与之对抗的观赏性 第二位 拉米亚 在指挥官与威拉到达之前 拉米亚已经找到了亚特兰蒂斯这个树苑之地 踏入这片土地 拉米亚回想起成分的记忆 亚特兰蒂斯的系统识别出拉米亚的身份 并播放了拉斯特利斯的遗言 失去归属的拉米亚决定永远将这座城市封藏在海底 然而却被威拉阻止 她全力与威拉展开战斗 最终战败 逃入翁阳之中 从那刻起 她再也没有归还的地方 这座墓碑静静地立于海上成为她沉默的记忆 把拉米亚则远离了这片绝海 行踪不明 第三位 人形生物体男女 在某次作战中 众人再次面对了聚合母体 这次母体产下了一对由帕米斯构成的男女人形生物体 这对生物具备高度的学习能力 并且在战斗过程中不断进化成长 远远超越了以往所面对的任何威胁 这种情况使得人类陷入了节节败退的境地 在游戏内几乎等同于绝望的象征 也是战双首次加入反超算机制的怪物 第四位 光辉行进者 觉醒前 势力处世界政府的战争机器 在帕米斯爆发后因为一场意外觉醒 并受到教皇的邀約加入机械教会 后来接替此轮成为机械教会第二任战车 是机械教会中战斗力的代表 后续机械教会委派哈卡玛与光辉行进者进攻空中花园 以获取新建的设计资料 用来实现机械教会向太空发展的可能性 这是机械势力对人类的第一次正式攻击 在哈卡玛入侵空中花园系统迟迟没有消息后 光辉行进者决定亲自进攻空中花园 但此时七十即时出现阻止了光辉行进者并与之作战 光辉行进者一度被七十压制后 明白七十就是先者大人 进而放弃进攻计划 第五位 墨园投影体 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地震 与串出地面的血红色巨塔 唯有灰亚小队的礼 适配完毕的超科基地能进入一具塔中 在塔内 已经历了无数次死亡与失败 但透过首席与弟弟莫瑞的一只海连接 成功进行过来 他将讯息记录在一句碎片中 传递给过去的自己寻找成功之路 最终 一站在塔顶 面对高维观测者的质问 在击败高维生物投影后给出了答案 改写了一具塔的规则 放弃了通往高维世界的资格 回到了原本所在的世界 最后一位 莉莉斯 原本是隶属于空中花园的构造体 早期就与生格者祸杀有过接触 在《科命楼玄》的剧情中 刚好遇上一具塔事件而顺利叛逃 现在是追随代行者冯内古特的生格者之一 目前关于他的情报并不多 而这次莉莉斯的主要任务 是劝说阿尔法接受生格网络 并成为真正的代行者 阿尔法拒绝后才有了这场战役 这场战斗中莉莉斯展现出许多新的机制 以及突显出阿尔法周围角色的魅力 都让玩家们都对这场战斗的表现赞予有加 以上就是全部的内容 游戏内还有很多经典的战斗与精彩的剧情 都值得玩家们去挖掘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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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